蔡英文先任倒數 約柯文哲吃牛肉麵遼國鎮 帶民眾黨內大炸鍋 還有人怒鴻蔡英文 是要找人幫自己八年來的 錯誤政策悲爛鍋 柯文哲自己要去想一想 抛紅柯昌借殼上市 請神容易送神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 不要要求說一個黨百分之百一次 不可能啦 一個黨裡面講起來每個都一樣 那只有一個情形 這個一定是一言台 柯文哲發給黨員的公開信 抛紅執政黨各種雙標 韓黨政軍退出媒體 卻是反對黨的媒體被關台 最離譜的是中天撤台案 NCC官司15連敗 還拼命上訴 蔡英文執政八年 沒找在野黨 卸任前找民眾黨柯文哲 又想找國民黨朱立倫會面 有人分析蔡總統是在自爆 要在野日後追究綠店勞包等爭議 不要罵到他頭上 更有人點破當中滿滿政治算計 他希望在賴清德的政府任內 他仍然是有權利的 如果蔡英文有能力跟在野黨做對話 而賴清德沒有 那未來賴清德的種種政策 包含人事安排 可能還是要聽令與蔡英文 他在做整體的權力分配的時候的一個手段 國民黨這邊是並沒有打算要去配合 蔡英文難道真的是希望能夠了解對方的意見 然後來做改革嗎 當然不是 該改革 該努力的 他再任就應該做了 怎麼會是等到要下台的時候才去見 當然就是希望以此壓住賴清德 告訴賴清德 老娘還是非常有地位的 哲英愛將跟大官 平常囂張狂唱在野黨 如今蔡總統急著卸任前 要找在野黨會面 心中打得算盤 恐怕早被外界看破 記者楊潮林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 字幕提供